林兴兴师林晓俊 以前是韩国的滑冰运动员 现在入了中国籍了 他在18年韩国平昌冬奥会的时候 打破这个1500的世界纪录 不是奥运会纪录 但是因为韩国不给他开证明嘛 所以他无法代表中国队参加北京冬奥会 挺遗憾的 其实他完全有能力 替中国队在冬奥会上夺的金牌 就像古埃林一样 哎呀有点遗憾 昨天反正又给中国队拿了两枚金牌 他在韩国是和队友黄大县训练的时候 训练那个攀岩 他可能是把对方的裤子给扯掉了 然后让那个黄大县身体裸露出来 这个被这个韩国的啊 这个伦华协会判为性骚扰 也是这个一搏三折吧 这可能也是他加入中国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因为在韩国他没法混了 对吧 哎 这这这这些事情真的是很无语 德雷斯顿 小伙子倒是挺帅的 你看手上拿那么多金牌 也是身上也是伤痕累累 哎呀 对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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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